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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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完整整 但是他的皮肤 包括他的指甲可以看 保存得很好 你听过不死之身吗 镜头前这句干尸就是大名鼎鼎的香河老人 警官已经去世30年了 依旧保存完好无损 一肤如少女般细腻 在显微镜的捕捉下 还能看到血液在缓缓流通 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 每逢深夜还会散发出淡淡的幽香 沁人心脾 那么问题来了 这具尸体为何能万年不符呢 传说中的金刚流离体是否真的存在 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31年前 这年的11月 河北香河医院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 他叫周凤辰 虽然已经88岁了 却眼不花 耳不聋 与医生护士们谈笑风生 而且诡异的是 据儿女们介绍 母亲不知为何执意要绝食 并且在过去的三天里 一直透出各种五颜六色的硬疙瘩 看得人不寒耳利 赶紧送进去好好查查 一听医生要给自己动手术 周凤辰如走火入魔般 扯着嗓子大喊大叫 无奈之下 儿女们只好妥协 帮她办理了出院手续 可没想到怪事才刚刚开始 适逢寒冬腊月 外面动的人打哆嗦 老母亲却要求儿子给他倒杯井水来 然后当着众人的面 咕咚咕咚的一饮而尽 娘 你这么做受得了吗 果然第二天下午 老人家被抬到了县医院 本以为是普通的腹泻 却不料大便中出现了许多紫黑色的颗粒 而且最神奇的是 之后的半个月里 周凤辰会不定时的刻出 各种奇形怪状的小疙瘩 你在手里流光溢彩的 看得人头皮发麻 就在儿女们不知所措时 母亲开口了 孩儿啊 你别怕 妈妈的事大着呢 到时候全国全世界都要被惊到 娘 你胡说啥 本以为这是老人在胡言乱语 却不想25号的凌晨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在给母亲换手衣时 女儿惊恐的发现 妈妈竟然还没有凉透 而且之后的两个小时里 她的体温一直在不断的攀升 一天一夜后 春好与室温平息 好奇之下 亲戚们检查了周凤辰的遗体 发现她皮肤红润 四肢有弹性 整个人看起来油光增亮 仿佛被什么东西罩着死的 皮肤这么完好 那么精美 在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 镜头前的这句干尸 就是大名鼎鼎的香河老人 尽管已经过世30年了 却依旧完好无损 几乎如少女般细腻 在显微镜的捕捉下 还能看到血液在缓缓流通 在过去的时光里 不仅无一丝腐烂的痕迹 还隐隐间散发着清香 1993年 周凤辰不死的消息 引起了整个学术界的震动 为了探究其中的秘密 一批批专家权威 利临相合 敲开了小院的大门 可下一秒 阴入眼帘的 却是再普通不过的土房子 破损的瓦片 露气的窗户 甚至地面还爬满了蚂蚁 你们就在这儿 保存老人的遗体 望着眼前恶劣到极点的环境 研究人员露出了 难以置信的表情 恰在此时 邻居们口中传出了线索 原来这四十多年来 老人一直在私底下 练一种功法 据说 那方子是一个游方道士给他的 有这么回事吗 面对专家的质问 周家儿女道出了实情 那是建国前兵荒马乱的 有一次 一个道士饿倒在家门口 母亲拿出辛苦攒的馒头 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临走前 这人掏出了一包东西 在周凤辰耳边小声嘀咕 自那天后 村里人惊奇地发现 周家的客厅内多了一个观音像 而且老人家还无师自通 免费为十里八乡的人 枕至疑难杂症 难不成和那个道人有关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大家把全屋搜了个遍 最终在周凤辰的枕头下 翻出了一个布包 打开后 赫然装着一堆红色的颗粒 大小和豆子似的 形象这么完好 那么精美 在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 你听过不死之身吗 镜头前的这句干尸 就是大名鼎鼎的香河老人 尽管已经过世三十年了 却依旧完好无损 肌肤宛如少女般喜腻 在显微镜的捕捉下 血液照常涌动 夜间还会散发异香 当天下午 那包红色颗粒就被送往了市研究所 经过鉴定居然是传说中的朱砂 也就是今天老百姓俗称的水银 这东西早在秦汉时期 便是仙丹的核心材料 上到秦始皇嬴政 下到普通的士山大夫 做梦都想靠他获得永生 尤其是到了宋朝时期 经过历代得到高僧的改进 朱砂已经成为达官贵人们下葬前的首选 只需十几枚下肚 就能延缓尸体腐烂 因福子孙延绵不绝 看起来周凤辰一直瞒着儿女 在偷偷的服用朱砂 可问题来了 这东西顶多能起到延缓的作用 怎么可能万年不符 还身怀异乡呢 显然这背后还有猫腻 千军一发之际 来自中国科学院的教授们提议 给老人家做一个全方位的体检 什么X光CT统统用上 结果不看不知道 周凤辰的胃干净的吓人 一问才得知 原来他在林碧眼的半个月里 他一直拒绝进食 甚至连水都是小口小口的饮 除此外 终日闭目打坐 一练就是好几个时辰 听起来像是某种仪式啊 顺着这条线索 专家们翻阅了海量资料 结果在古人的书中 找到了类似的描述 闭目 绝食 养胃 回忆真气尚服 可亦寿延年 与天地同辉 原来这是道家养生的功法 名曰闭谷 通过控制饮食 配合气息条理 而达到健体强身的目的 别看听起来有些玄学 据司马前史记刘侯世家记载 像当年 西汉开国功臣张良 因早年刺勤失败 落下了病根 最后靠着壁谷成功治愈 而且还身清如燕 活到了60岁高龄 之所以这样 按照科学解释 壁谷相当于把人体内 多余的水分排干 其过程类似于 超市里的脱水蔬菜 减少了空气反应后 可以达到长期储存的目的 当然了 香河老人的神奇 绝非壁谷这么简单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其身体表层 凝结出一种黄色皮囊 与佛教的罗汉极为相似 对此 民间有一种特殊的教法 金刚流离体 关于他的做法 早已失传 只清楚 会在照射后 散发淡淡的香气 早在多年前 就有专家得出结论 这局干尸不受外力破坏的情况下 起码可以保存一万年 对此 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